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推出了一本名叫《小米创业思考》的书 小米是将之形容为是雷军首部商业思考著作 当下更多企业家选择低道与谨慎 那么雷军与小米的高调就显得另类而难得 那么2021年1月15号 小米就被美国列入到了一个社军企业清单以后 一位董事建议雷军研究一下互联网造车 一开始雷军的内心是抗拒的 但他还是组建筹备组来拜访这些车厂 并且也跟汽车行业的人士进行交流 他本来是试图通过调研说服董事会不造车的 但是经历了75天之后 雷军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 那就是小米要造车了 雷军是再次被绑上了战车 他说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重大创业项目了 未来10年小米将会要投入100亿美元 首期是会投入100亿元人民币来面对 一众的这些新造车势力 其实小米也算是一个后来者 雷军却声称说目标要2024年进入第一阵营 显然雷军是无法低调了 今年的8月 雷军披露了过去500多天 小米造车进展的情况 按照雷军他的说法 小米造车是制定了全战自研算法的技术布局战略 作为造车的一个后来者 投资产业链是小米和雷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在自动驾驶领域 小米首期规划就投入33亿元 研发经费 组成了超过500人的团队 涵盖自动驾驶硬件 感知规控算法 高精定位等等技术 其中去年8月的时候 小米是以5亿元的价格 收购了自动驾驶技术公司 申动科技 此外小米的内部还有多个部门 是与造车公司是进行协同 另外雷军自己透露说 小米是投资了大量的自动驾驶 这个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相关的投资总金额是将近有20亿元 根据统计截至到去年的9月底 小米投资布局有关智能汽车领域企业 就有62家 最近小米汽车的多元 更多元的汽件被披露出来了 根据报道 小米的第一款车已经确定是激光 那么雷达供应商是何赛科技 小米汽车动力电池是敲定了两家 主力供应商是分别为了 这个宁德时代和比亚迪旗下的 这个佛迪电池 那么此外呢 智能驾驶计算平台也明确了合作伙伴 同样是按照高低两款配置 小米汽车在高配车型上会采用 英伟达芯片由德赛西威 来提供这个预控制器 而在低配的车上面将会采用 大陆集团的一个预控制器的产品 第一期的小米将投入超过140辆 自动驾驶的测试车 在全国来进行一个研发的验证 到了2024年 小米汽车就将可以推向市场了 那么无论是跟未来 小鹏理想等玩家相比呢 还是相较于像华为啊 百度啊小米造车啊 这都是一个后来者 因此呢很长一段时间 雷军他本身啊 其实都是还挺抗拒造车这件事的 没错啊 这一方面小米在手机领域 是刚刚调整过来 要面对激烈的竞争 一家公司的这个资源和精力 其实都是有限的 另外一方面呢 汽车比手机是更加的复杂 需要大投入 很容易就深陷其中啊 不过呢 经过反复的调研 雷军是认为 智能电动汽车原来成了 这个汽车工业和消费电子的融合 如果你要是不干的话 那就会落伍了 作为好友跟对手 小鹏汽车董事长 CEO何小鹏 他就说啊 造车对于全新的 没有基础的工资 肯定是更难 一是因为竞争更激烈 二是因为时间有限 但是大公司如果 原来有技术积累 就会好很多 他一开始呢 就建议雷军造车 以这一次啊 雷军是赌上了自己 所有的声誉了 对于措施风口 雷军有切副之痛 雷军第一次感觉到 自己落雾是在1999年的时候 当时作为金山的总经理 他带领了团队 来研发新的办公软件 正对GitKang这个 微软和Office 最终呢 他是活了下来 但是雷军却陷入了煎熬 痛苦就在于 好不容易是弄明白了 如何与微卫来作战 甚至要立志做 全球最伟大的公司 结果环顾四周 别人都去做互联网了 彼时呢 周门互联网世界 已经出现了 像搜狐啊 网易啊 新浪 腾讯 雷军是动过收购念头 他向网易抛出过橄榄枝 但是丁磊就拒绝了 不得不说 当时雷军 还是互联网的门外汉 他给网易开价1000万 两个月后呢 网易就融资了1000万美元 估值6000多万美元 雷军突然就懵了 说觉得互联网 竟然如此疯狂 事故不成 雷军就自己 跳入了互联网 2000年的时候 电商平台卓业网上线 与当当网是展开了竞争 雷军才知道有多少钱啊 当时国内的一级市场 并不发达 雷军也没有海外的背景 融资就非常的困难了 作为股东 金山他追加了100万美元 卓越是暂时得以喘息 但是在一年之后又没钱了 雷军是无计可失 将卓越网出售给了亚马逊 站在今天看 将自己的公司卖给大公司 这不能算失败 其实也是一种成功 但是中国的创业者 普遍都有一种情节 那就是只有将公司带上市 这才算成功 经历过几次失败与痛苦 雷军就想明白一件事 下一个时代是移动互联网 也明白了风口的猪得有运气 面对造车这件事情 雷军是做完调研 又有了当年 万一不做就会落伍的感觉 即便小米已经进入了 财富世界500强 雷军自己也成为了 受人追捧的企业家 但是错失与落伍 依然是他内心深处的 伤痛与阴影 他无法回避眼下 小米遇到新的困难 上半年 小米连续两个季度 营收 尽力 双下滑 出货量下滑 是整个行业的态势 但是小米在国内的市场 也不乐观 那么此前小米是遭遇了挑战 雷军是往往701线 来解决问题 扮演了孤单英雄的角色 2015年 很多人顶礼膜拜的小米 是陷入了低谷 遭遇了供应链 渠道 品牌等等一系列危机 这与前几年的形成追捧 实行成了强烈反差 同时外部又遭遇了 来自华为 OPPO Vivo的猛链中机 雷军坦诚最困难的时间 其实2015年的5月 花了很长时间 解决整个供应链问题 产品终于可以大规模供应 但之后发现 遇到天花板了 产品供应不成问题 但是渠道问题出来了 所以2016年5月 他亲自上阵 负责研发供应链 用他话说 当时可能面临300个难题 你只能挑最主要的三个 即手机的交付创新 还有质量来应对 那现在雷军 是将更多的精力 放到了造车之上 手机业务和造车之间 该如何来平衡 这是雷军需要来解决的事情 好的 今天我们的财经事件 先跟大家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再会